現在我向大家報告 剛才開票結果統計 我與肖萬常先生得票 已經超過一半 當選中華民國第12任的總統副總統 我要強調 我要強調的是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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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我繼續講好不好 謝謝 這一次的選舉的結果 不是我們馬消個人的勝利 也不是國民黨一個黨的勝利 這是全體台灣人民的勝利 大家說對不對 對 台灣人民的勝利 台灣人民的勝利 這是台灣所有希望求新求變 希望開放改革 希望和諧向前行的人民共同的勝利 對不對 對 更重要的是 我們完成了 台灣歷史上第四次的公民直接總統選舉 在平和的情況下落幕 代表了我們的民主政治 又向前邁進了一步 大家說對不對 對 從選舉的結果 可以看得出來 台灣人民的心聲是什麼 台灣人民希望政府清廉 不要貪腐 台灣人民希望經濟繁榮 不要蕭條 台灣人民希望政治安定 不要內鬥 台灣人民希望出軍和諧 不要撕裂 台灣人民希望兩岸和民 不要戰爭 大家說對不對 對 過去這一年 我從南到北 訪問了260多個鄉鎮市 接觸到50萬以上的民眾 我深刻感覺到 我們台灣人的要求其實並不多 我們只希望能夠過安定和平的日子 生活不能夠 我們生活要過得好 而且最重要的 我們要能夠維持台灣 之所以成為台灣的核心價值 就是善良 堅忍 包容 勤奮 刻骨 對不對啊 對 這八年來 越來越多的台灣人民 對政治感到厭煩 對 投水戰感到痛恨 但是 人民卻共同希望 王建民能夠滲透 共同希望 我們 我們 詹詠然 莊家榮 能夠打入決賽 我們也希望中華隊 能夠取得奧運的參賽權 我們更希望李安能夠得到奧斯卡獎 這些期待 全台灣人民不分藍綠都是一樣的 對不對啊 對 台灣之風 台灣人民 台灣人民 並不希望大富大貴 但是 他們有權力要求 不要過苦日子 對不對啊 對 對 台灣已經是一個民主社會 人民之間 政治的看法 或許 並不相同 彼此也會批評 但是 我相信每一個人 都可以同意的是 我們不能夠在原地踏步 在內耗空轉下去了 對不對啊 對 所以 我們認為 只有改變 台灣才有希望 只有改變 人民才有機會 對不對 對 所以 我向大家報告 人民的聲音 我們聽見了 我們現在的感覺 雖然是勝選 我們高興 但是更重要的 我們心裡面了解到 這是一個 重大責任的承擔 我們必須要把 人民的付託 好好的 變成政策 變成施政 才能夠回報 大家對我們的支持 大家說對不對 可以 1月12號 我們立法院的選舉 國民黨拿到了 三分之二以上的席次 現在總統大選 我們又能夠過半 這代表的 人民支持我們 完全執政 完全負責的看法 大家說對不對 對 這代表的 蕭院長跟我出來參選 為的不是個人或家庭的榮華富貴 我們知道 我們的肩上重擔 不是千金 而是萬金 但是請各位放心 我們 我們就任之後 一定以最快的速度 把我們提出來 中央地方的各項政見 變成政策 政策 編列預算 然後儘快推動 徹底落實 並且追蹤考核 一定要貫徹到底 好不好 好 所以選舉的結束 只是承擔的開始 選舉的結束 也是改變的開始 我再強調一遍 唯有改變 台灣才有希望 唯有改變 人民才有機會 對不對 對 改變 改變 我要在這裡 向我們的競爭對手 說幾句話 謝長寧先生 蘇貞昌先生 他們的競選團隊 還有支持者 我也要向他們致意 這次的選舉 大家 當然 有許多的批評 甚至於有許多的火花 但是我們從來不敢 忽視 民進黨在過去的幾十年當中 對於台灣 民主 台灣進步的貢獻 不論我們的看法有什麼不同 但是我們至少 共同地完成了 台灣史上第四次的總統直選 讓總統選舉 能夠在基本上 平和的情況下 能夠落幕 我們對這次的選舉 都做出我們應該有的努力 也完成了台灣 民主政治史上 一個重要的里程碑 我覺得 無論輸贏如何 我們應該同感驕傲 民主自由 是台灣最珍貴的資產 我們生活在其中 平常也許感受不到 但是一旦到了關鍵時刻 民主自由所展現的力量 是佩然莫之能欲 這是台灣最大的資產 也是台灣最迷人的資產 各位鄉親 各位知不知道 我們今天晚上整個開票的過程 全世界 亞洲全部都在轉播 大家都在關心 為什麼 因為華人世界 只有台灣 能夠在民主的發展上 達到我們不當前的 這樣的境界